乘车纠纷引爆肢体冲突 28号凌晨有一名男子跟继承车驾驶 在乐华夜市大打出手 目前民众立刻拍下影片报警处理 据了解原来男子先前搭车没付钱 被请下车后又两次叫车 连续叫到了同一台车 引发司机拒载 让男子不满踹车 双方爆发口角 男子大声咆哮手持棍棒 朝着小黄走去要理论 不但大声不要骂挑衅 还做事要拆下雨刷 司机实在忍无可忍 下车对男子喷洒辣椒水 双方冲突一触即发 彻底被惹怒 随手拿了路边的告示牌 往司机头上猛烈一砸 而司机想上前追人 却因为体力不支迭了一招 民众在旁目击全过程 拿手机拍下影片 吓得赶紧报警 事发在28号半夜 双方在永和区的乐华夜市大打出手 原来就是因为这名秋姓男子 晚间11点多搭了计程车不付钱 运奖无奈只能请他路边下车 没想到冤家路窄 男子接着连续两次叫车 都叫到这名司机的车 担心他又不付钱 司机拒载 引发男子不满 上前踹车 双方才爆发冲突 男子后续就情绪激动 并有踹车以及伤害司机的情形 目前警方已经锁定 该名男子的身份 并积极追查当中 乘车纠纷 演变成肢体冲突 小黄司机脸部手脚都有明显擦错伤 而警方目前也积极侦办 将通知男子到案 要依伤害及毁损罪嫌 寒送侦办 接着我报道